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宠老河 拿好手机跟着老河一起来盘一盘盘 上期视频中我们讲了这天八大强者榜的后思维 本期视频咱们接着讲剩下的四位 第四位无始大帝 无始大帝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 他的父亲乃是比肩大帝的大成圣体 母亲则是先天道体成道的大帝西黄母 先路镜头谁微风一见无始道成空 说的就是无始大帝 无论是黑暗动乱还是无上禁区之主 他在成道的年代都分外劳实 第三位狠人大帝 狠人大帝是遮天中唯一的女帝 为在凡尘等到哥哥的归来 他逆天成就红尘仙 狠人大帝没有什么强大的势力背景 靠着逆天的悟性创造出了 能够吞噬世间一切体制的吞天魔宫 将凡人之躯 人为的铸造成了无上混沌 第二位夜天帝 夜天帝叶反而是遮天的主角 也是最后为数不多的红尘仙之一 他打破了圣体的诅咒 平灭所有禁区 击败不死天皇 在黑暗动乱时 击杀了七大古至尊 战败帝尊 除了战功累累外 他也自创了绝世武学天帝经 天帝拳 第一位 荒天帝 荒天帝十号开创了修炼体系 独断万古 虽然在遮天中的出场并不多 但是仅凭几个片段 就知道他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荒天帝是第一个创立天帝的人物 古来第一天帝 万古独尊 好了以上就是这天八大强者榜的全部内容了 下期咱们讲完美世界八大灵草榜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